明年是地方創生元年 明年也是双羽国家元年 行政院年终记者会 院长赖清德率领副院长施俊吉 秘书长卓荣泰回顾施政成果 营造友善幼儿的环境 推出了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总体经济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计是2.66% 要民众安居乐业均衡台湾发展 不过为民进党九合一败选负责 赖清德宣布辞去隔魁后 传出苏贞昌将回锅担任行政院长 前立委陈其迈将接任行政院秘书长 前台中市长林佳龙担任国安会秘书长 引发关注 一辆列车有上车就有下车 但是列车的方向不变 一定是要通往更好的地方 其实接任行政院长时 赖清德曾经形容自己是中纪投手 外界也好奇 赖清德有没有和即将上场的人提点交接 下任的投手是属于总教练的权责 从来都不是投手之间在交代 而赶在内阁总辞之前 行政院长赖清德也和立法院长苏嘉全达成共识 立委席次台南市及新竹县各增加一席 高雄市及屏东县各检一席 为施政成绩单再添一笔